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Clow上海的Stella 今天有我和我的同事Amelia来为大家介绍这次7.1版本的新功能 这次我们的新功能主要分为8个板块 分别是主要更新,3D功能,2D功能,虚拟模特,工艺细节,渲染, 纹理编辑器和其他的板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主要更新的内容 第一个更新的内容呢,为无缝纹理图生成器 这次更新增加了无缝纹理图生成器 可以用扫描的图像生成四方连续的纹理图 并在3D窗口中实施检查效果 有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两种模式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学习如何使用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来到物体窗口,找到织物 在右侧可以看到增加了一个加号按钮 我们将鼠标悬停在上面,可以看到 创建无缝纹理图 单击打开,纹理图生成器 纹理图生成器的窗口呢,将出现在2D窗口中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纹理图生成器窗口的构成 首先呢,它分为两个窗口 上半部分是选择植物纹理区域的边际窗口 下半部分是可以查看结果的预览窗口 我们单击左下方的打开按钮 打开原始纹理图 在上方的边际窗口中,可以看到这个原始的纹理图 滚动滚轮可以缩放植物纹理的大小 在顶部呢,显示载入的纹理图大小和分辨率 目前可以支持的最大的尺寸为9999像素乘9999像素 如果原图大于这个数值,会被自动降低到9999 所以请确保原图的尺寸小于这个上线值 我们在左上方可以看到材质球 点击呢,可以切换查看 是因为这张图在载入之前已经制作好相应的法线图了 所以在导入这张图之后 系统也将自动识别其法线图并导入 这是图片的命名规则 需要一起导入的图片要应用根源文理图相同的名称 并且呢,用英文的下滑线加上相应的后缀 系统才可以识别出来这些图片 比如说法线图的后缀呢 因为下滑线NOMO或者是下滑线NRM 其他的材质图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先介绍自动模式 首先呢,选择文理区域 我们找到织物图案重复的最小区域 在选择的时候呢,要大于这个区域 然后按住鼠标左键拖动你选择 选择的区域要大于 建议大于200x200像素 选择完成之后 会在框选范围之内出现这些小的蓝色网格 这个是自动分析后选取的单循环范围 下方的预览窗口中将显示 选择区域内自动分析生成的结果 滚动鼠标滚轮可以放大缩小植物纹理 在预览窗口中打开网格按钮时 可以通过虚线分辨出原始区域的位置 可以在3D窗口中实时查看服装效果 如需调整区域呢 我们可以再次拖动选择 或者移动选择区域的点 调整之后将在选择的区域内 再次自动分析并生成结果 在锁选区域的右下角可以看到自动模式的图标 将鼠标选拼在上面 可以看到自动模式的说明 锁选区域将会自动调整到最佳结果 在自动模式下可以设置右上角的 置物类型和平均选项 选择置物类型呢 是可以获得更加准确的分析结果 并且由于植物类型是基于法线图的 因此呢还需要有在法线图存在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可以看到我们点开植物类型的小三角 有纯色、重复和随机 那纯色呢就是指没有图案的纯色植物 重复是指有规律的植物图案 随机呢是指无规律的植物图案 调整平均数值可以用来平均由于植物 折痕引起的亮度差异 最右侧的按钮呢是平滑按钮 如果圆图扫描不均匀 或者重复图像的连接部分 由于折痕的等原因呢不平滑 那自动调整的结果可能不太好 在这种情况下打开平滑可以均匀对齐图像 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图线图案呢是有一些不齐的地方的 我们打开平滑图案就均匀对齐了 介绍完自动模式 现在我们来介绍手动模式 我现在来打开一个格纹面料 当纹理重复的部分呢比较清晰 在选择纹理区域时也可以直接使用手动模式 这样就是以我们框选的范围作为单循环大小了 就类似于PS中的偷视检材功能 左键拖动框选这块图案重复区域的最小循环 目前还是处于自动模式下的 因为自动模式呢是默认模式 可以点击所选区域右下方的按钮 将模式切换为手动模式来保持选择的区域 手动模式呢就是一个小手的形状的图标 到切换为手动模式之后 需要重新调整一下选择的区域 下方的预览窗口会根据 新的选择范围更新并生成四方连续的重复效果 如果查看下方的预览效果呢感觉不太理想 可以继续调整区域 我们移动所选区的点来对它进行精细的调整 选择完成之后同样在预览窗口中 生成四方连续的重复效果 生成四方连续的重复效果 文理图编辑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底部的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如果匹配到了多张文理图 在谈窗中进行勾选 可以一次性保存多张文理图 然后点击确认 输入文件名称即可 点击保存 如果想将完成的图像应用于织物 并且立即使用它 我们点击底部的应用并关闭即可 文理图将被应用于一开始就被选择的织物 并且文理图生成器呢会同时关闭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使用其他软件来生成无缝文理图 现在可以在close中方便快捷的生成无缝文理图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一个优化 在新的7.1版本中呢 我们增加了自动3D安排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将版片安排在模特周围 首先呢我们现在已经导入了一个虚拟模特 现在我们来导入一个卫一的质量 为了安排计算的准确性呢 我们需要将版片设置为一个对称的状态 现在我们来将版片设置为一个对称的状态 试试完成之后在3D窗口工具栏 左侧靠下方的位置 我们来找到自动3D安排按钮 点击呢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版片将根据准确性按顺序进行3D安排 这个功能是基于从大量版片数据中学习的结果 除了在安排之前用对称之外 也可以先进行缝纫 有利于更加准确的安排 我们来点击运行 版片将会开始自动安排 每一部安排的版片 按颜色和透明度区分 如果要查看每一部的安排结果 可以单击后退和下一步按钮 点击确认完成自动安排 旋转查看一下安排的位置是否正确 可以看到 位一后片下摆的版片安排的位置不太对 所以在结束自动安排之后 我们也可以手动安排这个版片 打开安排点将下摆的版片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 接下来呢 为大家介绍自动转换为动作这个新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将外部平台上的动作文件 转换为Cloud的动作文件 首先在上方逐策单栏中选择虚拟模特 选择自动转换为动作 然后会进入动画模式 在弹出的窗口中可以选择需要转换模特的性别 然后在下方点击文件夹按钮 把已经下载好的FBX文件打开 要注意路径名称要保持全英文状态 然后点击转换 转换成功之后看到这个弹窗 可以在此时点击保存 也可以先关闭 先在动画模式中播放预览 确认无误之后 可以在文件并存为连接点动作 默认保存的路径呢 在图库的虚拟模特文件夹下 动作文件的格式为MTN 将这个文件命名为Work 然后保存 点击确认 并且在7.1中 所有的动作和姿势文件 可以兼容所有的可乐模特了 现在我们来打开一个南模 然后双击 双击选择刚刚保存的MTN格式的动作文件 然后点击确认 播放一下这个动作效果 同样姿势文件也是可以兼容的 我们现在回到模拟模式下 首先打开一个女模 然后打开图库窗口中的虚拟模特文件夹 打开南模VR文件夹 打开姿势 以这个南模VR07POSE为例 南模的姿势是可以兼容女模的 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虚拟模特编辑器在这次呢 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一个虚拟模特 然后点击左上角菜单栏的虚拟模特 虚拟模特编辑器 可以看到 现在虚拟模特编辑器的窗口 在2D窗口的位置上 可以方便地与2D窗口切换 改善后的界面也可以更加方便地去调整模特的体型 在操作上会更加的友好 变定器呢 现在有三个板块 全身 体型和细节 与之前相比增加了体型这一板块 并且优化了细节板块的UI界面 与之前的界面相比 将上半身 下半身 和其他数据进行归类 这些数据更加直观 清晰明亮 便于编辑操作 在最上方呢 可以切换不同标准的预设尺码 右侧可以切换这个尺码的不同码数 这边的文件就是我们图库窗口里虚拟模特的尺码文件 现在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一个切换和查看 后方的三个按钮呢 分别是重置 打开 和保存 点击重置按钮 恢复到默认尺寸的状态 在全身板块这里 这次更新是在宽度这一栏 增加了体重选项 可以通过输入模特的体重数据 很直观地看到模特的体型变化 现在比如说我们将50千克修改为60千克 输入体重之后 在下方可以根据选择不同的体型来适配不同的身材 男模和女模在这里可以切换不同的体型 同模呢是不可以的 这次体重和体型的更新 更适合这样的使用场景 当不知道准确体型数据的时候 只知道身高和体重 知道大概的体型 使用这个模式可以快速地创建 更接近真实人体的虚拟模特 在细节板块这里 除了原有的基础 高级选项外呢 我们增加了简单这一选项 当我们在宽度这一栏选择了体重 那将会自动切换到简单选项 如果知道模特的三文数据 也可以在这里输入 其他未输入的数据是可以自动计算出来的 需要注意 简单模式呢是配合宽度选择了 选了体重而出现的 并且只有在选择简单选项时 才可以选择模特的体型 切换体型 切换体型 下面的人体数据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右侧的按钮点看 可以看见所有的尺寸数据 灰色的数据是在当前的细节选项中 不可以被编辑的 为了更加方便的查看起码呢 我们从7.1版本开始 将查看起码从模式变为了编辑器窗口 无需切换模式 就可以轻松查看 在查看起码前 我们需要磨一毫每个尺码的服装 原来的 原来的7.1 查看起码是在右上角的查看起码模式中 打开之后会占据整个画面的窗口 现在位于主菜单栏编辑器 查看起码 点开会出现起码编辑器的窗口 可以在同一个画面将不同尺码的服装 进行直观对比 与2D窗口并列 可以更加直观的查看 调整版片的效果 并且能在左下角可以切换到3D窗口 原来查看起码的工具栏是横向的 现在工具栏是竖向的 如果我们调整了版片信息 比如说调整了总群长 增加100毫米 点击小窗口 左上角的更新按钮 就可以看到这个码数实施更新的效果 如果想要一次性更新所有码数的话 可以点击左侧工具栏大的更新按钮 可以更加方便的查看所有码数的服装实时的变化 如果想要三个码数 占成一排的效果 我们可以将3D窗口拉大一些 因为系统默认是自动换航的排布 由于窗口大小的限制 所以Alma会自动换航处于第二排 当保存图片时 如果大家需要排成一排的效果 记得把窗口拉大 让模特排成一排 或者选择排布水平再来保存 因为这个图片保存的是当前窗口所显示的状态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拉链的改善 为了表现更加逼真的拉链 这次更新加入了OBJ拉链功能 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一个服装文件 这边有我们提前加好的3D拉链 选中拉链之后 在数讯笔引器中可以看到增加了拉链类型 默认的类型是纹理 点开小三角可以选择OBJ类型 我们将拉链转换为OBJ拉链 在预设类型中同样也有6种预设 有树脂、金属、尼龙、隐形拉链 我们现在可以切换到不同类型 来看一下OBJ拉链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选择一个金属 然后在拉链的材质类型中选择金属 并且修改一下它的金属预设 现在自定义的拉头拉片可以去应用不同的材质了 我们以这个拉片为例 这个是我提前导入的自定义拉片 我们在3D窗口中选中拉片 这个时候我们选中的是拉头拉片和上下直扣 可以看到它们都以黄色高亮显示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选中了这个拉片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拉链的下半部分就被选中了 我们在属性兵器中将材质修改为塑料 也可以去修改它的颜色 我们按相同的操作 我们按相同的操作选中拉链的上半部分 在属性兵器中将材质修改为金属 并且在自定义拉图拉片的时候 也可以读取原始OBJ的纹理图信息和颜色信息 为了更加方便的管理附件 7.1在物体窗口中增加了附件栏 我们能以这个内衣款式为例 来讲解一下附件栏 首先我们来到物体窗口 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个小蝴蝶结的图标 点击小蝴蝶结图标 可以看到这件内衣上所添加的附件 这个附件是八字扣和环扣 在之前的场景栏也能看到附件 我们来点击场景 现在单独做了附件栏 就可以对这一个类型的附件进行管理 在场景里面可以看到有四个附件 但其实它是两个类型的附件 八字扣和环扣 所以说就是一个类型下有两个附件 现在单独的附件栏可以更好地去管理附件了 我们回到附件栏中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服装上增加了很多相同的附件 如果要去修改颜色和材质 之前只能一个一个的去修改 现在有了附件之后 可以直接在附件栏中选中附件 对它一次性进行修改了 并且呢 我们可以在属性并器中可以看到这个附件的结构 和成分信息 可以编辑输入它 在物料清单编辑器中同样也增加了附件 在这里可以核算它的物料成本 更方便地对服装的成本进行管理 在这次的更新中增加了服装卷起功能 方便地帮助我们制作一些裤脚 袖口 高领山领口 等服装部位卷起的效果 看到这个服装文件 比如说我们想要卷起这个袖子 在之前呢 我们一般采用添加内部线 然后再使用折叠安排工具进行操作 并且难以制作卷两到三次的效果 现在有了这个卷起的功能 我们可以快速地制作出想要的卷起的效果 我们呢 先查看一下这个袖子的版片 这个袖子版片的粒子间距和充足厚度 在属性编译器中可以看到是默认的20和2.5 然后使用编辑版片工具 单击需要卷起的版片外线 然后右键 如果需要卷起的位置是由多个版片组成的 按住shift键多选多条边 然后右键即可 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卷起 输入需要卷起的数量和距离 设置数量为两次 这里最大的卷起数呢为三次 我们设置距离呢为35毫米 然后点击确认 可以看到 在3D窗口中所卷子的袖口呢 已经自动卷起了 在这个此时 袖子的版片的粒子间距和充足厚度 已经变成了10和4 之后改变是为了能够更加逼真和稳定的 模拟处卷起的效果 我们可以根据效果呢 继续去降低这两个值 卷起一边之后 我们来删除另一边的袖子 直接复制对称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模拟一下 以上呢是主要功能的讲解 接下来来为大家介绍3D功能的更新 第一个是优化了3D造型线工具 可以按尺寸进行编辑了 第二个是优化了3D缝纵线的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造型线按尺寸编辑 在之前使用3D造型线工具时 我们只能凭感觉去修改版片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右键输入数值 精确的去进行修改了 比如还是以这个款式为例 首先我们选择编辑造型线工具 然后点击服装激活这个工具 假设我们想让这条公主线呢 向外移动15毫米 选中这个点往右边拖转 拖转的同时右键单击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弹窗 可以看见此时移动的数值为多少 然后输入想要移动的距离 点击确认 同样在缩放和移动造型线上也是可以的 比如我们想要加长这个裙摆 我们选择移动造型线工具 选择裙摆的边缘往下拖转 同时单击右键输入数值 然后模拟一下 同样的在缩短的时候呢 我们把群摆往上提然后右键 这个时候可以看见盘窗中的数值呢是复数 因为此时这个板片正在缩短 所以数值呢是复数 那么我们也要在输入的时候也要输入这个复数来缩短这个板片 最后呢我们使用缩放造型线工具 这个工具在输入数值时同样需要注意正复 但是区别在于尽管看上去我们是在收缩这个板片 但是它的数值显示的是正值 所以在输入数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缩矫板片时输入复值 放大板片时需要输入的是正值 接下来是3D缝纹线的改进 在一些面料很厚实的服装款式的缝纹线表现上 由于底下缝分量导向的方向不同 会导致服装在缝纹线上表现出两边不同厚度的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优化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来了 以这件V1群在袖子处的缝纹线效果为例 我们使用编辑缝纹线工具来选中这一圈的缝纹线 在属性编辑器中找到显示3D缝纹线 默认的是拼缝 拼缝的效果是不能体现两边的厚度的 厚度不同的 所以我们需要将拼缝改为导缝 改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法线的效果是在这一侧进行单独显示 可以看到默认的是在缝线A显示的法线的效果 如果切换到缝线B的话 那就是在这一边显示的法线的效果了 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见这个厚度的差异了 其实这个呢都是通过法线图的效果能来表现的 我们可以去输入不同的强度和后果来表现不同的效果 并且呢这个效果也是对称联动的 需要说明一下 彭线A呢是在加缝纳线时第一次添加的那个线段 彭线B是第二段 以上是3D功能的优化 接下来呢介绍的是2D功能的改善 首先我们来介绍参数化版片编辑器的改善 现在已经导入了一个虚拟模特 然后在菜单栏中选择编辑器 参数化版片 可以看到在窗口的右下角可以切换到3D窗口 并且三个窗口呢可以同时显示 我们现在来将它同时显示一下 在7.1中 在7.1中修改参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2D窗口中实时预览版片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新增加的一个功能 现在我将前面的领宽修改为180毫米 在2D窗口中可以看到前片领宽的一个实时变化 然后修改一下全间宽 还有前宽 然后再修改一下它的后边的领宽 然后点击创建 在2D窗口中 左键单击 即可创建版片 在3D窗口中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生成的参数化版片呢 是自动安排在模特身上的 并且已经自动缝纫好了 这也是我们7.1新增加的功能 并且可以看到在逼近器的右上角增加了保存和加载按钮 新增的导入和导入和导出参数表格的功能 我们点击保存 选择保存路径 然后输入文件名称 即可保存4SV格式的数据文件 使用Excel可以打开并编辑 在这里可以对数据进行修改 在这里可以对数据进行修改 我们数据的一个变化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次放马的优化 一共呢有三个优化的点 第一个是增加虚拟模特尺寸AVS 第二个是在属性变器中显示档片的放马信息 第三个是编辑放马三个工具 可以多选尺码编辑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优化 增加虚拟模特尺寸AVS 在之前的版本想要加载大马模特的话 我们需要把大马的模特保存成一个AVT文件 然后导入进来 现在的新功能可以更方便的去修改模特的尺寸了 首先我们来到物体窗口 点击放马 然后点击匹配虚拟模特 点击更新 可以看到现在是还没有匹配大马模特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将服装码数切换到M码 然后点击右侧的匹配3D形态按钮 选择增加虚拟模特尺寸 我们需要去图库窗口中去复制一下尺码的路径 我们先关闭窗口 我们先关闭窗口 在图库窗口中打开尺码 复制一下尺码的路径 然后重复刚刚的一个步骤 将尺码的路径复制过来 选择所需要尺码的AVS文件 我们给M码匹配一个尺码的模特 选择打开 就可以更改模特的尺寸了 然后点击自动穿着 M码的服装呢 就穿着在M码的模特身上了 那L码也是相同的一个操作 点击体配3D形态 点击增加虚拟模特尺寸 我们给L码匹配一个14码的模特 同样选择自动穿着 现在我们的大模特就都匹配上了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放马的第二个优化 当选择版片的时候 我们在属性编辑器的放马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版片的放马信息 这个呢是放马组的名称 点开小三角可以切换码数 我们可以切换一下不同的码数 接下来呢 来讲解一下第三个优化 我们使用编辑 放马单个工具 在原来呢 只能选择单个码数的点进行编辑 现在我们可以按住Shift键 同时对多个码数 进行编辑了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测量点 和其他更新的内容 为了更加准确和方便的测量服装 我们优化了测量点工具 一个是可以排除动的测量 一个是改善测量点 可以更加方便的测量 版片外线的曲线 现在我们来导入一款服装 由于优化了POM算法 以前的POM测量线 在新版本中就不再显示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弹窗提示 我们点击确认即可 来到物体窗口的测量点栏 可以看到之前的POM呢 还是会有名字的 但是数据是没有了 在服装上也是空白的 现在我们来重新测量一下 这款服装的衣裳 我们先在物体窗口中 选中测量点前床 然后使用测量点工具 来测量它 测量完成之后 可以在物体窗口中 看到刚刚的测量数据 由于优化了测量点 排除了洞的测量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直接跨过板片中间的一个空隙 现在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款衣裳裙的腰围 通过板件可以看到 这款衣裙呢 是有腰嗓的 我们使用测量点工具 来测量服装整圈的腰围 自动排除掉了 嗓道的一个距离 接下来呢 就是POM改善测量点 我们使用编辑板片工具 选择要测量的线段后 右键单击 选择勾勾勾为测量点 即可将这条线段 勾勾为测量的线段 那当我们编辑板片外线之后 测量的线也会随着这个线段变化 并且可以按住Shift键进行多选 我们现在选择一下 修楼线 右键选择勾勾勾为测量点 除了刚刚可以使用编辑板片工具 直接对它勾勾为测量点以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测量点工具本身 现在我们来切换到测量点工具 来测量前片修楼线的一个曲线长度 我们单击选择它的起始点和终点之后 目前是它的一个直线长度 然后使用编辑测量点工具 右键单击选择板片外线长度类型 修楼线会呈黄色高亮显示 如果希望反选 右键选择反向 即可选择对面的线段 方便我们对于板片外线曲线的测量 也可以选择测量点 到X轴或Y轴的距离 我们用键单击选择X向长度 或者是外向长度即可 那么在2D功能的部分呢 还有以下几点的更新 优化了已有的功能 第一个是分割曲线点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更加精准的去编辑曲线点的位置 优化了增加曲线点的方式 在之前只能任意的位置去添加 在现在呢可以在整段上根据分段的选项去添加曲线点了 我们使用编辑曲线点工具 以这个领字为例 右键单击可对线段进行分段 弹窗的选项是跟加点分键的选项是一样的 我们选择平均分段 数量呢为3 点击确认即可 我们将第一个曲线点向下平移2毫米 使领子的弧度更加的自然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 内部图形跨缝线这一优化 这一功能方便了我们在Cloud中去使用内部线去做改版 做分割 比如说像做画缝口袋这样的使用场景 以这件连衣裙为例 比如想要在裙子上做一个分割设计 这是我提前画好的一个内部线 在之前的版本中想要做类似的分割的话 需要将内部线复制到后片上 并且难以保证准确性 现在呢可以直接将内部图形跨缝线 进行分割了 我们现在使用调整版片工具 右键单击 选择根据缝线分割 分割内部线 另一边的内部线呢 就会根据缝纫关系出现在后片 接下来我们右键单击 选择减切缝纫 然后再将植物应用到面料上 这样的一个分割设计呢 我们就很快速的制作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一点优化 改变长度 编辑连续的多段线 我们以这件连衣群的泡泡秀为例 原来呢 只能选中一根线段 右键来改变长度 现在可以按住Shift键 选择多段线 右键来改变长度了 我们现在将秀山的长度改为400毫米 并且可以选择改变长度的方向 点击确认 然后我们模拟一下 以上呢是上半场的更新内容 接下来由我的同事Emilia 来为大家介绍下半场的内容 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下半场的内容 有关虚拟模特的主要更新 这部分更新有编辑虚拟模特测量 通过拖动测量的点来移动测量线 新增模特的手部姿势可以单独应用 在3D窗口使用编辑测量虚拟模特工具 可以看到模特腰间有一道测量线 这道线是水平的 但在实际穿着中 裤子的后腰会略高于前腰 我们可以把后腰的测量点抬高 鼠标旋停在后中的点上 左键拖动它来移动测量线 要注意测量线被编辑后 原本的贴附会消失 把工具切换到 贴附到虚拟模特测量 把贴附加上 再模拟一下 接下来一步步教大家 如何添加自定义的眼镜和耳环 我们先打开耳环的文件 这里耳环的位置是调整好的 在文件导出 FBX这里把文件命名为环 这里有几个选项要注意 选择单个目标 后的 比例是厘米 文理选择嵌入媒体 其他的选项呢 就跟着这里勾选就可以了 点击确认 打开一个新项目 把刚才保存好的那个FBX文件 作为虚拟模特打开 单位依旧是厘米 选项设置跟着这里勾选就可以 打开后 我们在物体窗口这里找到MERS MERS的上一行就是物体名称 把物体名称改为Earing 修改好之后呢 把它保存出去 还是FBX 然后覆盖原本的文件 这里要看一下 这个选项设置 第一行这里 我们要选择去除骨骼 然后选择单个目标合并 下面的单位依旧是厘米 比例还是百分百不变 文理选择嵌入媒体 其他选项 还是看着这里跟着选就可以 尔环的FBX文件处理好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它登记到模特上 那我们先把模特打开 在主菜单栏 虚拟模特这里 做一个自定义配饰 选择耳环 把耳环的文件导入进来 自定义图片要提前准备好 把它作为预览图 选择生成 文件同样秘密为耳环 因为FBX文件无法保存材质类型 所以我们保存好的耳环文件 还是白模打开它之后 我们选动它 然后把材质类型改成金属 然后再重新保存一次 覆盖原本的文件 这里选择耳环 然后把自定义图片添加进来 这里我们把原本的那个配饰给它删掉 然后再把新的那个耳环打开 看一下效果 眼镜跟耳环的做法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演示一下修改眼镜的物体名称 还是打开一个新项目 然后把眼镜的这个文件打开 作为虚拟模特打开 同样还是用厘米单位 然后在物体窗口这里 我们找到Mersh的上一行 把它的物体名称改为Glasses 然后再保存出去 这里是把刚才的那个做耳环 还有做眼镜的过程总结出来了 刚才的过程中弹窗还有各种选项比较多 但实际上整个过程就是分三步 首先把这个配饰文件导出为FBX文件 然后把这个FBX文件打开 然后修改它的物体名称 再保存出去 然后再打开模特 做自定义配饰 做眼镜的话就只有这三步了 然后刚才做耳环的时候 我们就多了一步 需要修改它的残制类型 新版本中可以单独应用虚拟模特的手部姿势 以这个文件为例来给模特搭配包包 换一个拿包的姿势 大家看到文件夹中 Post1跟Post2的图片 我们可以把模特换成这个Post2的姿势 但是模特的左手呢 就用这个Post1左手的姿势 回到软件中 我们把Post2的姿势给它导入进来 在部分姿势这里呢 把它打开 可以看到有全身 双手 左手和右手的选项 这里呢我们选择全身 换好姿势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再模拟一下 然后导入Post1的姿势 单独应用左手 这样模特的姿势就修改好了 最后呢我们再把包包增加进来 选择保持当前的尺寸和姿势 除此以外呢 手部姿势是可以单独保存出去的 在另存为这里选择手部姿势 把双手的姿势都保存在这个文件中 手部姿势文件可以再应用到其他姿势中 可以选择双手 左手或者右手 并且图库窗口 这边虚拟模特 虚拟模特文件中新增了一个hand pose的文件夹 默认有四个手部姿势 展示一些款式的时候 比如西装会把人台的手臂去掉 新版本中我们可以反激活模特的一部分 比如反激活模特的手臂 在3D窗口中使用这个选择移动工具 在模特手臂上右键反激活虚拟模特 可以看到模特手臂变成这个深蓝色半固定状态 就是已经被反激活了 撤回一下 右键反激活隐藏呢 就是可以一次性反激活并隐藏模特的一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隐藏整个模特 然后模拟一下 可以看到西装袖子自然垂下 因为反激活整个模特的操作跟以前不同 这里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模特显示出来 然后在模特上面 右键 找到选择所有表面 把整个模特选中 然后再次右键 选择反激活虚拟模特 这样整个模特就都被反激活了 接下来介绍工艺方面的功能更新 在新版本中使用贴边工具制作的贴边板片 也可以参与排料计算了 使用贴边工具 Ctrl A全选 可以看到这个款式在袖子跟裙摆的位置都加了贴边 进入樱花排放模式 切换到相应的面料 可以看到这边自动生成了三个贴边的板片 这里我提前把它们安排在这个排料的布轴上 默认的贴边板片是45度斜材的 如果需要更改贴边板片的刹性方向 我们可以直接旋转板片 直接旋转板片来修改 或者切换回模拟模式 在添加完这个贴边之后 在属性编辑器这里 刹线方向可以修改 比如改成尾刹 改完之后再进入樱花排放模式 可以看到板片的方向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再次安排进去 接下来用另一个文件来演示 其他工艺方面的功能优化 在新版本中 缝纫线张力除了原有的收缩之外 还新增了拉伸 比如卫一的螺纹袖口这里 有缝缩量是长边和短边的缝合 这里应该是短边依据长边来添加张力 使用这个编辑缝纫线工具 选中缝纫线 打开张力 并选择拉伸 强度默认是0.1 比例默认是100% 强度根据面料和款式的情况 适当调整 强度越大会越接近预设的比例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调整为1 至于比例 在选择拉伸时 这个100%就是长边长度的100% 选择收缩时 就是短边长度的100% 简而言之 通常长边和短边缝合时 缩织面料选择收缩 针织面料选择拉伸 我们回到软件中 模拟一下 来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接缝处张开了一点 更接近真实缝合的效果 新功能优化了明线在弧线上的表现 看到裤子的明线这里 因为弧度比较大 明线拼接的地方有裂缝 使用编辑明线工具 我们选中这道明线 然后在属性编辑器这里 把平化这个功能打开 可以优化 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为了制作更加立体逼真和多样化的明线效果 我们现在可以制作自定义的OBJ明线 我们可以用这个功能 给这个款式前胸的位置这里 添加一个字母探钻的效果 看到前胸这里 在物体窗口的页面中 我们新增一道明线 在明线的种类右边有一个加号小按钮 点击会出现一个增加OBJ明线的弹窗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弹窗的各个设置 左边是参数设置 右边是效果预览窗口 先看左边的信息 默认单位是毫米 也是根据OBJ尺寸进行修改的 导入的OBJ文件轴方向需要转换的话 就在对应的位置勾选这个转换 下方显示的是OBJ模型的长度和宽度 当我们把这个OBJ文件导入进来之后 这个长度跟宽度就会自动显示出来了 间距指的是OBJ之间的距离 同时我们设置的这系列明线效果 可以在右边的窗口中预览 使用滚轮可以缩放 这里我们把OBJ文件导入进来 使用默认的毫米 间距也不需要再修改了 点击确认 把明线添加到内部线上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自由明线工具 一次性宽选全部的内部线 把刚刚自定义的明线添加进来 我们可以打开3D窗口这边的显示内部线 方便确认明线的效果 这里做成双排星形的效果会更好 在物体窗口中选中这个OBJ明线 先把间距改成八分之一 然后再往下滑 找到这个线的数量 线的数量改成二 间距改成四分之一 这个效果就比较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OBJ的材质类型改成宝石 颜色可以选一个喜欢的 这里还是选择白色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渲染窗口 打开渲染窗口 可以看到这个碳酸的效果 当我们使用贴图功能来表现 比如热转印、数码烹灰、水墨印这类印花效果时 为了体现原本下层织物的激励感 会给贴图加上织物的发现图 但是之前的版本无法调节发现图的大小 在新版本中就可以调整了 我们选中这个贴图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加好了发现图 这个贴图就在这个位一的后面 我们看到巴视角 贴图也加了植物的发现图 我们看到这个贴图它的发现图 跟植物发现图的比例都不上 这个贴图的比 发现图比例是百分百 看一下大生植物的发现图 它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 那我们就可以把贴图发现图的比例 也改成百分之五十 改好之后我们看到3D窗口这边 贴图跟植物的发现图大小 相匹配了 这次7.1版本更新了一些渲染的设置 来到渲染窗口这里 本次的更新其中在光线属性这里 在属性编辑器中我们看到新增了光线的预设 下拉列表 有多种光线预设可选 把鼠标悬停在选项上会出现预览图 单击想要的灯光设置 可以看到对应的灯光都出现在编辑器里 在灯光的左边现在会显示对应灯光的图标 可以更加清楚的表现这个灯光的类型 在灯光的右边新增了三个小按钮 第一个是激活与关闭灯光 第二个是在3D中显示 第三个是在渲染中显示 这样一来就可以分开设置灯光 在3D窗口和渲染窗口的显示与隐藏 有利于我们在渲染窗口 实时查看灯光效果的同时 在3D窗口调整其位置 最后想要回到默认的灯光设置时 就在右上角点击重置 可以换回默认的灯光 文理编辑器的功能也做了优化更新 接下来我们在裙子大声的面料上 也是 来到物体窗口 选中大声的面料 在文理这一行打开文理编辑器页面 然后点击左边的增加 把花稿图的AR文件导入进来 这个花稿图一共有三层 选择层导入就能把这三层分别导入进来 我们把这三层都给它供选上 选择画板呢 就是把这三层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完整的图导入 这里我们就选择层导入 点击确认 导入之后 左下角这里可以看到 一共有四个图层 最下面是原本的织物纹理 选中任一个花图 虚线框的大小就是图的大小 这三个花图都是一样大的 黄色高亮线构成的框是画布的大小 也就是一个循环的大小 现在我们希望以花图的大小来作为一个循环 选中任一个花图 右键 使画布大小适应选择的图像 现在就是以画稿图的大小来循环了 然后我们拉近看一下细节 把三层花图隐藏之后 会发现底层的植物太小了 需要把重复下面的这个平铺打开 刚才大家也发现了 我们可以一次性多选图层 按住Ctrl 可以选中三层花图改为正片叠底的效果 可以显示出植物的吸力感 那我们就把它们 打开的显示 然后把混合像改为正片叠底 看一下效果 下面呢再给大家介绍其他一些新功能 物体窗口植物一栏新增的分组功能可以把植物分组管理 像这个款用到的植物比较多 我们可以把植物按照商衣裤子来简单分组 左上角这个创建新文件夹按钮 点击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组 命名为下装 原本的这个组左边有一个小铅笔 点击从命名为上装 我们可以把裤子用到的这个织物 拖放到下面的这个分组 也可以按住shift多选植物 一次性拖动 拖动默认是移动植物 在任意植物上右键可以看到此时是拖动用于移动 也可以勾选这个拖动用于复制 如果切换到拖动用于复制 再拖动就是把它复制到另一个分组 比如这个黄色植物 在上装下装都有 那我们把它拖放到下装的分组 此时它就被复制过来了 这里的复制它是分组上的复制 实际上它们两个还是同一块面料 然后在组的右边这里是增加植物和打开植物文件 这两个按钮可以用来加载植物文件 右边是直接删除文件夹 在新版本中 为了方便用户更改多种材料的颜色 我们对颜色窗口也做了分心 我们打开这个颜色颜色视窗 看到原本的窗口下面由原本的确认取消 变成了完成应用取消 选取颜色之后呢 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应用 就可以把颜色用上 然后此时可以直接选另一块织物 然后再选一个颜色直接应用 也就是说颜色窗口可以一直打开 并且窗口打开的时候可以进行视图控制 把多个颜色都换好之后呢 再点击 点击窗口的这个完成 把这个颜色窗口关掉 其实从其色窗口也做了更新 这个款的植物明线内容比较多 如果想要对抽绳的调钟编辑 需要一直往下滑才能找到 我们看到植物的左边这里有一个小箭头 点击它可以把植物组收起 它只显示第一个植物 小箭头会变成向下 再点击一次就可以展开 除了植物明线也可以收起 还有下方的拉面 把这些都收集后 就可以直接看到附件信息了 在2D窗口打开显示版片名称后 7.1版本有扭扣的款式 将不会再显示扭扣名称 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版片名称 最后看到动画模式的更新 左侧是7.0版 右侧是7.1版 动画编辑器的文字已经消失了 留出了更多的操作空间 下方新增了有关帧数的设置 我们放大一下7.1的界面看一下 帧数可以从-1万 到最大的1万 下面这个带有帧数的滑块 可以显示当前动画编辑的总帧数 -30对应左边的-30 -200对应右边的-200 以上就是7.1版本新功能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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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